种植果树有三个时期 分别是文果期 洛果期 以及彭果期 那么我们怎样种植 才能让我们家的果树 果子又大又甜呢 hello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匠 本来今天是不打算拍这个无瓜果的视频 有个朋友发信息过来问我 他家的无瓜果 果子只有那么点 而且也不长大 问我怎么办 这里你要注意 我们的果树从挂果开始 它是分为三个时期的 分别是生理性的洛果期 还有文果期 以及彭果期 度过了这三个时期之后 您家的果子才慢慢的进入成熟期 所以挂果了 您就应该开心 毕竟已经成功的做果 那么它在文果期 它会有一个缓慢的生长阶段 生理性洛果期 以及彭果期这两个阶段 果子是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而在文果期的果子 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变化的 这个无瓜果上面就有两个时期的无瓜果 第一个这个是棚果期 这个已经慢慢成熟了 这里有一串 这里有几个 这个都是在文果期 所谓的文果期就是生长比较缓慢 这个时候它在积聚能量 只有在积聚到足够的能量之后 它才能进入彭果期 一般情况 无瓜果的文果期在40天左右的时间 而生理性的落果期大概是10天 彭果期大概是10天 所以如果您家的无瓜果想要它挂果 那么您要记住 它一般情况从做果开始到成熟 大概需要60到70天左右的时间 其实除了无瓜果 大部分的果子都有这三个时期 也直接的影响了我们的果子的品质 那么这个时候有朋友可能会问 直接影响了果子的大小 以及甜度的是哪个时期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文果期 不要看它文果期的时候果子一动也不动 一点变化都没有 一整个月都挂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事实上它自己在不断的积聚能量 以及糖分 为的就是后期 蓬大以及增田的时候提供营养 这个时候如果积聚的能量不够 后面即使到了文果期 果子的蓬大也会很小 甚至我们在采榨的时候 会发现果子一点都不好吃 这原因都是在文果期没有管理妥当 也不说先看看我家的花盆 您看我家的花盆里面现在有两种肥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清楚 第一种就是这种黑色是稻壳炭 这个是昨天下午撒进去的 为的就是几个作用 第一个就是给花盆里面进行杀菌 到第二个 无花果在挂果的时候 尤其是进入文果期的时候 需要大量的淋肥以及甲肥 而稻壳炭里面就含有大量的那个甲肥 这个时候尽量不要用淡肥 第二种肥料看到没有 红色的珠子看到没有 这种珠子 这是上两个星期 我撒在这个花盆里面了 这个就是缓氏肥 也是最近这两年我用的比较多 像这种肥料撒在花盆里面 我基本上是从做果开始了 我就会撒上这个肥料 这里面就含有大量的淋肥以及甲肥了 而且就是缓慢释放 基本上在整个无花果的生挂果阶段 都可以吸收到这里面的营养 那么我们在花盆里面种果树 是不是只需要用上一些 倒壳炭或者炒木盔 再加点缓氏肥 就可以达到样果汁又大又甜 事实上不仅仅是如此的 因为如果花盆种植 花盆里面的营养是很容易流失 而我们的果树在挂果的时候 它需要很多很多的营养 其中又以磷肥甲肥膨肥以及钙肥是最为明显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无花果的挂果期的时候开始 我建议大家每十天左右去喷一次叶面肥 那用什么去喷呢 我一般情况用这个 这个是磷酸二星甲 另外还有这个是流体棚 这个流体棚是一定要用到 您可以不要这个磷酸二星甲 但这流体棚一定要用到 为影响到整个果汁的品质 尤其是流体棚 它会影响到您家的果树 有没有出现弱果的问题 是否能膨大的问题 膨大之后果是够不够大的问题 您家的果子小了 大部分原因就是缺乏这棚肥了 而这个流体棚是最容易吸收 一般情况我在家 是这两个肥料一起去喷 无花果有大概是40天左右的文果期 我自己一般情况是 每10天到15天去喷一次 这个磷酸二星甲加流体棚 喷到那个叶面上 也可以喷到果子上 这个东西对于果门的植物 没有什么毒性 喷完之后您家的果子 到棚果期的时候 才能实现又大又甜 您家的果树 为什么果子又小又酸 口感不好 其实最关键就是这两个肥料没有用好 当然如果磷酸二星甲跟流体棚 您喷的是一些叶片比较小的果树 比如那个石榴 那些叶子比较小的果树 您可以适当的往里面加一点点的击粉 如果你像现在这个天气 没有什么阳光 因为阳光是直接刺激我们的植物 去吸收这个营养 没什么阳光的情况下 您也可以往磷酸二星甲加 蓬肥的肥料里面 多加一个葡萄糖 这样子就可以实现高产 现在无夸果想要果子又大又甜 不仅仅是考验磷肥甲肥 蓬肥钙肥的含量 还有几个比如光照温度 还有土壤的配比 这些都很关键的 您就记住 只需要这几种肥料就够了 有条件就是几种肥料 全部用上 土壤里面撒些倒壳炭 撒些黄氏肥 然后页面上喷磷酸二星甲加 蓬肥 好了今天罗嗦到这里 我是波沙 我下感谢大家 拜拜